我們繼續回來,我們剛才說了創世紀第四十四章 我們就說創世紀第四十五章 內容就說到兄弟相應,主角可能轉移到雅各 我們一起看 這裡的故事,四十五章就說他們兄弟相應 然後約瑟就在左右站在人面前,情不自禁 吩咐一聲,那些人跟我出去 接著他又哭了 因為約瑟跟弟兄相應的時候,並沒有一個人站在他面前 他就大聲哭了 連埃及人和法老家裡的人都聽到了 約瑟就對他兄弟們說,我就是約瑟 我爸爸還在嗎? 那他的哥哥就不能夠達 因為在他面前就超驚 接著約瑟又跟他們的大哥說 你們過來,你們過來 他們的大哥就過來 他又說,我就是你們的兄弟 約瑟,就是你們所賣到來埃及的 現在就不要因為把我買到這裡 又擔憂,又覺得憎 因為神是猜我在你們之前來的 為了要保存生命的 因為這裡已經饑荒了兩年 但還有五年都耕種不到 又不能收成的 神是猜我在你們之前來 為了讓你們留在愚重這個世界上 又一大師請教來保存你們的生命 就這樣看來,猜我來的不是你們 是出於神的 他就令到我好像法老的父 做他全家的主人 並且埃及全地的宰相 所以你們要趕緊 將我爸爸帶到這裡 接著就對他說 你的兒子 即是你去到爸爸 你就跟他說 你的兒子約瑟就這樣說 神就令到我做了全埃及的主人 現在就快點叫你 雅各快點來 你不要耽誤 你和你的兒子 你的孫子連上牛群、羊群 並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哥山地 跟我相近 我就在那裡養你了 因為還有五年饑荒 免是你和你的老婆子女 並一切所有都沒有了 況且你們的眼 和我的兄弟彼雅敏的眼 都看到我親口對你說的話 你們也要將我 在埃及一切的榮耀 和你們所看到的東西都告訴我爸爸 又要快點把我爸爸帶來這裡 於是 約瑟又在那裡抱著便雅敏的頸上又哭 便雅敏又抱著他的頸上又哭 接著 約瑟又繼續和大佬親嘴抱著哭 隨後他們的大佬又和他一起說話 這個消息傳到法老那裡 就說 約瑟的哥哥來了 那法老和神博做得很高興 接著法老就到約瑟說 你吩咐你的哥哥就是這樣的 你們要這樣做 將那些行李箱放在生畜裡 就起來去加南地去 那次就會把你們的老爸 和你們的家人帶來這裡 我就要把埃及的好東西都賜給你們 你們也要吃這裡最棒的出產 現在我吩咐你們就要這樣做 從埃及地帶些車來 將你們的老婆子女和你老爸都搬過來 你們眼中就不要愛惜你們的階居 因為埃及地比你們好多漂亮 那 雅各的兒子就這樣做 那約瑟就照著法老的吩咐 就給他們上車和路上的食物 那又給他們各能一件衣服 唯獨就是比比亞敏多三百錢 和五件衣服 然後就送給他老爸 功勞十匹 那些行李箱就裝著埃及的好東西 那母錄有十匹 那些行李箱又裝著糧食 餅和菜 就為他爸爸路上用的 於是約瑟就打發他的兄弟們回去了 又對他們說 你們就不要在路上爭了 接著就到雅各那裡去了 就告訴他 他們就從埃及那裡上去 來到加蘭地 他們的雅各那裡 就跟他說 約瑟還在那裡 並且做了埃及全地的宰相 接著雅各的心裡都涼涼 不相信他們 他們就把約瑟跟他們說的一切話 就告訴他們 他爸爸雅各看到約瑟所打發來的那一輛車 我心裡就鬆醒了 接著雅各就說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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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兒子的約瑟還在那裡 趁我未死之前 快點去見一下他一面 好了 這個故事就講到這裡了 45章就講到這裡 但我們之後會再為大家詳細說回 究竟43至45 究竟這個故事裡是在講什麼的 我們稍後回來再繼續